请问有没有看到我的画面 有 那 顺便跟各位讲一下 我已经把米安装版的Bullshot CS5 我放在 各位请你到电脑这边来 打开 你们要惯的话 现在老师这边已经没有了 请你们到网路上的AGL11 AGL11 这一台 AGL11 点两下 旁边如果有CS5 就可以直接CS5打开 你就可以把它传送到你随便叠了 万一没有CS5这个资料夹 你没有看到 那你到Users 共用这边点两下打开 Users再打开 这是桌面 因为我是放在那台的桌面 打开桌面 Desk桌面 你也会看到这个资料夹 所以呢 基本上 都可以找得到 你只要进来这个AGL11 都可以找得到 再从这边去抠 这个米安装版的Bullshot 所以这点 等一下各位 你们等一下自己把它注意一下 好 那我们从这边来 现在我们回到第一张 回到第一格 回到我们第一格 最开头的第一格 最开头的第一格 回到第一格 回到第一格 我们就是要切 我们要怎么样呢 我们要切这一张图片下来 所以呢 回到第一格之后 请各位到编辑店子 这里有一个画面截取 谢谢画面截取 按一下 它就把这个画面都截取下来了 有没有 在这里 在这里 所以呢 在这边啊 我们就把它怎么样呢 你看到它截取下来了 记得喔 滑杆先定位在第一格 一开始的地方 然后呢 去到编辑底下的 画面截取 画面截取 下来到这里了 记得 就把这一张啊 你就把这一张呢 把它抓到 我们的视讯轨 就是我们第一格的意思 视讯轨 然后麻烦各位 把这一张定为10秒 把它定为10秒 跑10秒钟就好 好 那么我们在这边先等各位 好来 请各位呢 先去把滑杆滑到第一格 也就是开始的位置 然后呢 开始的画面之后 请你再去把它截取画面 首先第一格滑杆滑到第一格 开始的位置 第二 这边啊 补充一下 要点到专案 因为点到专案 你才会看到又看到 相框又看到影片啊 好 专案OK以后 点到专案 然后呢 我们到编辑底下的画面截取 按一下以后 过来了 有没有 这样子 按住它抓下来 抓到前面 它会自动靠到前面去 一定 它一定会靠到前面去 因为这是视讯轨 好 点两下 把它设为10秒钟 好 然后呢 各位你看 我们现在呢 先测试 什么测试呢 来各位 它呢 就是先禁止的 在原地10秒钟之后 才开始播放 所以 请各位 现在注意看 我现在要做的 齁 请各位去把影片的 这个负铁轨 点一下 按住 shift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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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住 shift键 再去把底下的相框的负铁轨 点一下 好 好 同时 是不是两个都变黄了 两个都要同时选到哦 两个同时都要选到哦 然后呢 法鼠放在其中一个上面 按住左键 往后拉 往后拉 拉到接它的10秒 这里 好 手放开 有没有 接到它的10秒 好 不晓得有没有接好 我们把画面放大一点看 按这个加号 放大一点看 有啦 应该是有接在一起的 来 现在呢 我们啊 测试一下哈 我们啊 滑桿到前面定着 我们去那边跑一次 看这个衔接的 这边啊 有没有比较顺 来 我们按这个转按 啊 play一次哈 来我们play一次看看 有没有 有看出破绽吗 好 因为你们都在眨眼睛 所以没有看到 再一次 在前面点一下 引格跑到前面 来我们开始 按一下转按 然后play一次 专注在这个交叉的位置 看看它有没有 有没有不正常的地方 来我们play一次 好 我们play哈 好 你们那个哈 好 我这边看的是还行 就还ok啦 来 现在呢 我们先请各位 这边已经10秒钟 没问题了 对不对 请各位把底下两个附叠转起来 一起按住左键 拉到跟这条线切起 也就是10秒钟的地方 来请开始 好 让它由静态 衔接到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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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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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